台风期间消防人员为了救灾出勤 常常用餐不定时 而在社群网路上 却被人贴出不到12点穿制服去买便当的照片 引发讨论争议 所以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前往消防局仁爱分队 向第一线的救灾人员表达感谢 致赠加菜金跟饮料 给第一线的消防弟兄加油打气 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人爱中队 来问候我们最辛苦的同仁们 那这一次我们的山陀尔台风降雨量 是可以说是百年来几乎是最大的一次记录 破了气象战78年开战以来的一个记录 那所以各地都有强降雨跟很多灾情 感谢我们人爱中队以及消防局 还有一销的同仁们 其实都在这个过程中 在紧急救灾的部分尽心尽力 那让我们这一次呢 虽然有一些淹水的灾情 有一些土石流的灾情 可是呢没有发生任何人员的伤亡 这是真的很了不起 那这一次我们有看到同仁们在这个买便当的过程中 那还有这个被某些刻意的人士来攻击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偏颇而且很不公平 所以我们那天看到了就感觉到相当的不舍 那我们今天一定要也要来到我们的人爱中队 来给大家问候加油打气 那希望未来我们呢不要泄气 我们继续的努力为我们的基隆市民 做好更多救灾防灾的工作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因为当日上午的那个风雨比较小 因为不知道说下一秒钟的时候 风雨会不会增大 所以我就赶快带同仁出去买便当 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分队的干部的话 就是要照顾同仁的肚子 一定要帮他们顾保 他们才会有力去出去外面救灾 因为后来下午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长个月也发生了活劲 然后接下来就是肌肉市到处的摊棒 还有淹水 然后其实我也是蛮幸运的 还好早上赶快去买便当 那我们分队的同仁先把固子顾保 才有力去下午去救灾 今天就是说因为风雨天他们叫我送 我们围定不能外送 不能外送我们没办法送 所以就算说他自己来帮 我帮的时间他们如果不固定 我认为我先给他做好 你先不来帮 而且我们说那些肖宏也很辛苦 对啊 我们说肖宏的 救灾 救灾 大家都很辛苦 因为吃饭时间没有正常 没有固定 像说普通是两三点也有人来买便当 中单也买便当 那算是时间最不好 那些情节啊 像警察啊 他们也是说有时很晚来买 那有时很早来买 不一定 所以他们这些白班 都有一个住户上的那些 对对对 所以我们说这些人来买便当 不是 买便当时没有同理心 我们正说要对 对这里大家要有一个 正说 对 同理心对他们 靠拋者 在我们吃饭时间不够好 那我们会让大家要有一个 调帖 好啊 那些事情我希望就是大家也不要去攻击 由於PO文者 因為就像我們是他講的 我們是一個有愛的城市 所以我們大家要用愛與關懷 接受別人的批評跟指教 好 我們才能讓我們去改進 也是非常感謝的由於PO文者 因為他的PO文 所以讓我們消防人員很多東西 要再度被重視 所以我也很感謝他 那你們常常會不會說 突然吃便當然後突然要出請務了 吃飯其實都算小事 有時候可能便當剛到 我們就可能要救護救災 有時候可能比較麻煩 可能就在上廁所的時候 可能就是必須可能要 中指趕快出請 像睡覺晚上休息的時候 可能要臨時馬上從窗上跳下來 然後馬上出請 中指的狀況 我們都是20小時不間斷的 都會隨時隨地的為市民服務 危機也是轉機 在這個網路爆料之後 社會各界對於第一線的 警察消防救災人員 辛苦的工作樣態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因此對於川智福買餐點的狀況 也期盼大家能夠有同理心 給予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記者黃日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我很期待 我會注意一下